這房子比較大一點 也不是大一點,是大很多 其實移民的案件仍是說到 離開了香港,可以享受到更大的住屋環境 不過這個案件有點不同 Mia和丈夫Long D總五年 去年年尾交到桃園香膠 和老爺奶奶一齊住 做全職主婦,打理家頭世務 當然跟自己二人形成的 有些不同,但做著我都不錯 就像我現在有養隻貓 牠有自己一間房子住 因為我們家有三層 上面有一間急房子 也有百多呎 台灣人比較迷信 例如奶奶相信夫婦房門 不可以掛中婚的門簾 不過迷信似乎沒有影響婆式關係 反而嘴刁的老爺就比較難應付 始終口味不同 有時我煮的食物 老爺都會不太欣賞 不吃 有時都會很挫折 但因為我又不太會煮台灣的食物 所以沒有辦法 就唯有 試一下,學一下煮多些台灣的菜 始終都是同住 家再大,也難免說話要避忌 他們有自己一套方法應付 如果我跟他講秘密 在講爸爸媽媽的壞話的時候 就會用廣東話說 太賣了 然後跟爸爸一些事情 不想讓老婆或者媽媽聽到 就會用客家話 如果爸爸媽媽跟我老婆同時在 然後通常都是會用中文 會用國語去做對話 我怕我老婆不懂 就是他們在說什麼 不少父母都抱怨香港教育壓力大 寧願把小朋友送到外地讀書 但Mira的丈夫就不是這樣想 我是比較希望小孩可以去香港念書 畢竟香港的大學 我去過好像都比台灣的大學多 硬體方面跟軟體方面 我覺得都好很多 私資方面 國外的老師會來教課 台灣的話會比較少 曾經在香港做過幼稚園教師的Sharon 對香港的教育問題有深切的體會 一早下定決心 小朋友要在台灣接受教育 想知道他的故事 就留意另一隻動新聞 很多香港人都想投資移民去台灣 不過要在台灣做生意 他就說不是想像中那麼容易 不想賺大錢先 交到租出到人工 這樣自己出少些 這樣的方法去做 去年移民了去台北的湯信 在香港買老爺機自學特版印刷 開網店試了水溫之後 今年年頭還在台北開店 在香港租就是三萬五港幣 港租金 台灣便便宜過香港 但是原來這裡創業都不是那麼容易 很多地方都要留意 土地液化 會沉降 因為有地震 或者建房子建得太快 還有這邊有多雨水 裝不穩 房子舊就要花錢倒 除了要留意地勢之外 還要很小心被人收樓 這邊的都市更新 就 總而言 一直攻擊 拆橋後 拆橋後 在外方找地方 問清楚 這裏是否刀岸其中一部份 有些地區 還會限制了店的類型 原來那裡不能開創暖店 其實在這裡都在租約簽 開整間店鋪,但請人都不容易 操作印刷機的人是很難找到的 這邊都是平面設計、平面設計 和平面設計 不過最難到他的,原來是應酬 香港那邊是爽快一點的 他沒有那麼多問題 看照片鑒完一隻紙,就給錢印 不用見面的,我下訂給你印這批東西 明天都要知道你是什麼人 他在台灣做過那麼多版 幸好都遇過很多尊重工藝的有心人 這邊的人對工藝的態度是樂觀點 或者是有一份尊重 你去一個手工市集,或者是 刊登一些刊者入面 會認識到很多去做好東西 去用心做事的人 找到很多你想幫他印東西的人 他的台灣策劃師太太 就是因為印刷而相識 其實我覺得會在台灣創業的香港人 他們要相信自己的東西是特別的 如果他們可以把特別的東西帶入台灣 我相信台灣人不會排斥它 會接受它 近日大家都討論移民台灣 今次我們就找來兩位移居台灣生活的香港人 分別住在新北市臨口區的退休人士 木木和在桃園開設港式高點店的Karen 分享一下不同社區的實際生活環境 樓價和交通配套 香港人移民台灣 首選一定是新北市的 板橋區 臨口區和淡水區 我覺得比較多年輕人會住 板橋 臨口是在機場和台北中間的 每一個兩邊都是20分鐘 淡水其實它多元化一點 因為它有陽光海灘 你拿遠一點就去北海岸線 以台北市中心樓價最高的順義區作為參考 板橋區靠近市中心樓價最高 不過面積比順義區大一倍 淡水區同等的尺數 價錢便便近一倍 臨口比起其他地方 它的新樓是很多 如果你可以給到1200萬 其實就已經可以買到一個 很住的600多呎實用的單位 都很新的了 五年樓齡以下 臨口是相對密些 因為它圍著三井的雙圈 像香港的將軍澳 去到淡水是三個地方最便宜的 我覺得淡水是可能 八百多萬台幣 已經可以買到一個大兩房單位 即是五、六百呎實用 兼有車位的 現在台灣建的樓 已經全部都好像香港 有一個階段的小豪宅 可能它只有一等 只有十幾樓 可能只有六十幾伙人 但是它已經有自己的泳池 有自己的健身室 台灣人本地人不喜歡買淡水 他們會叫淡水為鬼 鬼城 台灣人就是駕機車的 你看他們 他們做事的核心是在台北市 如果他們在台北市上班 他們騎機車 騎十五分鐘已經是很頂綁的事 他們覺得機車車不到的就算遠 他們很有趣 他們喜歡住 他們怎樣迫都要住回台北套房 淡水區內的淡海新市鎮 近年發展迅速 新空車的輕軌鐵路 十五分鐘就由淡海新市鎮 接駁到淡水接運站 有加羅福超市、戲院等大型商場 運動中心 加上預計2024年 落成的淡海大橋連接百里區 慢慢發展成為一個小社區 像香港元朗的Yohu Town 但是要疏落很多 可能是一公里才有另一間房子 其實我會建議 如果你的個性比較喜歡群體活動 或者是群聚 大家一起玩 可能住淡水 你會開心一點 因為你會有很多朋友 即他搞一個聚會 可能是有四五十人 木木和媽媽一起移居 林口區生活 方便媽媽去到周邊 長庚醫院覆診 而且在林口新區 大部分的樓齡都不足十年 林口我喜歡它整潔、乾淨 道路寬闊 行人路也很闊 高了一點 高了200米 比起台北盆地 所以相對的溫度是低兩三度 即是非常舒適 但又有一個不好處 就是它比較濕和大霧 濕度和將軍澳差不多 我覺得將軍澳濕 除了深北市之外 另一個熱居移民地點 就在桃園 本人不喜歡桃園 我覺得它周圍的環境很舊 它是很草根 不過對於移居台灣一年半的Karen 桃園平鎮區 就是一個商機 開設了港式糕點和麵包店 我這個地方 其實就像一個感田的地方 其實很多 你會看到還有田這些地方 本身資金有限 如果相比台北市來說 其實這裡的租金便宜三倍度 台灣在送貨集配這件事 其實他們已經發展得很好 會有低溫的配送 對於在我們的糕點 或者餅乾的食品 或者一些甜品 運送的過程中 可以很放心 店舖收入有三分之二的比例是配送 所以選擇低租金地區 反而有利 亦都不需要經常出入台北市中心 生活上來說 可能沒有相對台北市那麼方便 你們會覺得 但是來到台灣 就需要覺得 我要融入這個地方的話 這區附近的話 其實我也是用這個電動自行車 租這個地方 其實就三房兩廳 有兩個廁所 萬百元包一個車位 包賣一個電單車位 還會包賣這個管理費 其實台灣是有地震的問題 很多人都說過 其實在桃園地震 就算真的有地震 有發生事故的話 其實都是比較低的 桃園基鐵站附近的青浦 近年發展同樣快速 將會引入全台最大的IKEA和水族館 相信可以吸引人留意桃園區 縱觀不同地區 有不同的優點缺點 默默都提醒各位 準備移民的香港人 你剛移民過來 就租樓不要買樓 幾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你都未熟地方買什麼樓 你都不知道哪個區 哪個區 你先住下 還有第二就是 租金很便宜 你不用那麼快 好像怕虧了租金 其實你不用怕台灣的樓 會好像香港那樣突然 哇 飆飆飆飆飆 幾年內幾倍飆飆 有樓沒有肉吃的 因為他們這裡 是有一個叫資產增值稅的 如果你第一年買一層樓回來 一年內賣出 那你中間那個差價 是要抽稅 抽45%的 所以其實 我500萬層樓買回來 我600萬賣出去 我賺100萬 我都要給45 所以不是那麼多人炒樓的 香港人移民台灣 首選會選擇台北或新北市 不過近年 台中和高雄都成為了 港人在台的移居地 被稱為最移居城市的台中 位於台灣的中部 因為有中央山脈的阻擋 較少受到台風影響 而樓價亦相對低 成為了港人選擇 台中的最大原因 如果你在台北 一個二百尺套房 大概是二萬元 鬆跌台幣 如果你在台中的 就會是一萬五六左右 台灣的城市裏 一般都會分為 蛋黃、蛋白和蛋殼區 如果台中說蛋黃 其實剛才說過的 草不動會是 如果草不動 我覺得像銅鑼灣 有時候會有些活動、展覽 又或者是演唱會 非常之旺 五期七期 就是以前的舊樓拆了 然後再建 所以是貴的 因為後來貴 就沒有很多人可以買的 開始就沒有人住 東區又是另外一個旺角 因為那邊有一個一宗雙圈 西團有一個問題 是轉運站 那裡會有大的旅遊班 會有很多 那裡會比較塞車 蛋白區方面 就是台中的海線區 在沿海位置 亦發展海洋生態館 和山者勾力 那裡做一個區 我想像以前的天水圍 海線是想做港口那邊的 商業活動會比較多 而Renee推薦香港人 考慮北團區 距離市中心 大約二十分鐘車程 因為它是新 所以它的配套未必很齊 但如果你說你駕駛二十分鐘車 你可以接受到 那其實這個區可以選擇 交通方面 主要是自駕和坐巴士 踏十公里不用錢 那你over了 你可能要給多十多元 可能你會疑惑 台中不是有捷運嗎 那三年前說 三年前的列尾 現在說今年的列尾 它的捷運都十幾年都未起完 這個是最基本的民生需要 轉體有捷運 亦都有輕軌和高鐵的南部高雄市 雖然平均氣溫比香港熱陸度 但是近年都是香港人的移居地 不過這裡70%的人都是駕駛電單車 捷運路線大多數都是景點 並不是生活的社區路線 有很多人都寄望 他會不會第三期那條支線會經過我家 那你慢慢等 等到不知道哪個畢業才有 據於高雄的港人Leo 認為高雄市的城市規劃不合格 譬如我們這裡的高速公路 角度一號是全台灣最勤促的快速道路 但是我們在高雄的交流道 即是出入口 設計是非常失敗的 一個上高速公路 一個下高速公路 它是打交叉走路的車樓 我在我家附近 我想去輪公有停車場 即是政府的停車場 有蓋的 由我小朋友出生 輪到幼稚園畢業 他才打給我 告訴我有位 那個規劃有沒有做呢 我真的不敢說 但至少在我標準來計是不合格的 不過道路規劃上 Leo就很滿意 高雄相對來說 就是日本人規劃建設的地方 來打開那個地方 全部都是井字形的 因為全部都很寬寬的路 而高雄的房價和台中市差不多 吸引香港人來買樓自住 但Leo就不建議香港人選擇蛋白區 潮頭可能是二十年前的天水圍 因為很多這些剛剛發展的蛋白區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它有很多新樓 你看上去是很光鮮亮麗 但所有的配套是未到的 有很多人是買了那些新樓之後 去到發現原來只有樓 樓下連間七仔都沒有 而有些香港人會住的男子人武區 Leo都不建議居住 除了交通不方便 亦都因為鄰近工業區 空氣會比較差 高雄港我們的淡王區 就集中在左營 龍十六這些松華區一帶 都算是蘇豪中環 差不多的地方 但亦都是炒樓的重災區 那裡很多都是有價沒有市 這件事其實在台灣是很普遍的 市區附近有一個叫民山區 那它屬於都發展了十幾年的新市鎮 那它就捱住我們市區 那所以它現在的生活圖 其實慢慢發展得都挺成熟的 即是有健康室 集中市場 食市 學校 醫療等 都齊 民山有點像東涌 如果香港人真的要在台灣置業的時候 都要留意兩點 那開始有個要象是偷了我一個廚房 他說三房這樣才算 其實是沒有廚房的 它是Open Kitchen 以前我們就有份客飯廳 那它基本上就把飯廳 塞爐頭在旁邊就叫做廚房 那樣 還有這個土地液化 如果你要買樓的話 你要塗這件事 那政府其實是一個專門處理土地液化的官方網站 那它上面有個類似Google Map 它就告訴你哪些區域是土地液化最嚴重的 到底哪個城市才是宜居地 每個人的標準都不同 或者都可以考慮好像Renee那樣 在每個城市住一年 才決定在哪一個地方落地生根 在台北 這個憑著有煙花的雞蛋仔 爆紅到要排整個小時才買得到 開你間店的 是一個香港女子 台灣最傳聖時期 一個月三間店 總收入是有二十多萬左右 加起來會有超過一千底 這個女子 本來是美容資訊平台的總編輯 兩年前決定拿池 一個人去到台灣創業 由零開始做起雞蛋仔生意 台灣我覺得第一個門檻低 是拿執照那樣東西 台灣一個餐飲執照 基本上都可以賣食物的部分 第二樣東西就是 我覺得在租金方面 都是會比香港便宜些 畢竟台灣消費會低些 例如我現在的店鋪 就是近順義區 類似香港最旺的區 這樣便會貴些 可能跟香港的比 可能是一半價錢 台灣工資 最低工資是39元的港幣 可能比40多元 已經很多人會來見工 租金便宜 人工低 聽說創業條件很吸引 只不過ISIS就說 其實在台灣做生意 並不是想像之中那麼容易 台灣近一兩年都有結業潮 因為很多店鋪都不肯減租 大家以為有些台灣租金很便宜 其實現在已經沒有以前那麼便宜 台灣始終消費力沒有香港那麼高 對他們來說 我們雞蛋仔是一個小食 所以他們覺得不是很必須的東西 方向都是貨利多銷 台灣他們很主張用本地產品 因為他們農業是很成癢的 所以他們對進口的產品 收的稅是很高的 還有有些貨物 事實上我是一定在台灣 只是訂不到 簡直是沒有入口 其實我覺得我在台灣開店 最令到我很驚訝的東西 就是台灣是很著重放假這件事 就算我可能給他雙倍賣 或者我給他多些錢 我試過有一次就是12月31日 跨年 那我出到雙倍的錢 我都請不到人跟我一起回那個隨席 即是他們行生活品質 都是一些錢的部分 我都開了店兩年了 我覺得台灣的人比較單純 例如很多東西沒有轉得那麼快 因為香港人的步驟很快 在台灣雖然開店很簡單 就是因為太容易開店 所以我覺得競爭會大 所以收支平衡是容易做到 但是賺大錢 可能要靠一些策略去做 台灣打卡的程度比香港高很多 只要你這件事是很fancy 跟著很特別 跟著一些media或者blogger 是會不停去打卡的時候 基本上一窩蜂都會去做這件事 所以我們台灣有個產品 是有支煙花的 這個是我們當初第一間店 紅喜的一個原因 我在未開店前做過Research 曾經試過最熱的二十多間雞蛋仔 在台灣 其實很多都是跟香港不同 它是比較硬一點 它不是很脆 我們追求就是外脆內軟 但裡面不會控制我們實心 當初由三間分店變一間 是因為第一 第一 真的請不到人去做Management 第二 其實我想將事情放回香港多些 確實是很多香港人來台灣 吃了覺得好吃 很多反應說 不如你在香港開 所以我將Resources放在香港 去年Isis轉供香港市場 在元朗開了第一間店 反應不錯 今年2月再在尖沙咀開分店 香港店鋪除了有特製的 心形雞蛋仔帽 Isis還說 香港人比較容易接受新口味 所以內餡會有多些選擇 剛剛還推出了兩款新產品 這一刻 相信有不少香港人都想離開 移民去台灣 為何它反而選擇回流香港做生意 香港始終是自己的地方 我也會有一間店鋪在香港 始終香港都是自己的家 我是阿朗 我移民來台灣三年 我以前是一個香港警察 其實在警察部的工作 我會覺得大部份的時間 你不會覺得有什麼問題 因為是一個很安全的環境 甚至大家都是一種團隊 很講兄弟情 只不過是有時候有一些 特別在社會的事件上 想法或者價值觀 我自己和部份的同事會不一樣 我會覺得法例所容許之下 大家可以有一種自由和民主 但是很多或者不少的同事都會覺得 這些都是一些政治的show 或者是有搞亂的事件當中發生 我當初想服務市民那件事 好像慢慢都沒有機會 甚至乎自己的熱誠 和想法好像都和警察部有少少出入 我會問自己 其實是否我自己真的想做 現在的香港 警察和追求民主自由 似乎是兩個完全不可能有關係的致辭 但阿朗偏偏曾經襲兩者於一心 結果唯一出路 當然就只有離開 由雨傘開始就已經萌生血熱 去到2016年 更多無理的政治事件發生 令到他徹底失望 2016年當時發生了銅鑼灣書店 有不同的人在不同地方都被送中回到大陸 這個有點超乎了我的想像 之後就去到立法會議員被DQ 明明已經有這麼大的民意授權 但都可以被一聲令下取消了資格 而且不只是一個 這個我覺得是很大的衝擊 變成很多我們以前覺得 都很理所當然的事情都已經好像沒有了 這個是令到我開始考慮 到底香港是否就是我以前認識的香港 依根這個問題 相信不少香港人都不時問自己 比較幸運的是阿朗比大多數人善知善覺 早在三年前就已經離開了這個變了一隻的家 阿朗說新加坡和英國都曾經是考慮之列 但考慮了語言、天氣、歧視和最大的成本問題之後 最終都是選了現在不少香港人都嚮往的台灣做落腳點 其實我們都挺喜歡台灣的那種文化 大家會說那種人情味 其實最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台灣人是有禮貌 讓我感受到是舒服的 至於為什麼考慮台中呢 我想我們其實都會考慮有想過在北部 只不過因為北部台北或者新北 感覺會潮濕 還有有一種很香港的情況 即是很吹逼大家都會衝的生活 那好像我們想換一種生活 但是來到一個地方都還這麼追趕的時候 做得很辛苦 結果環境感覺相對舒適休閒 物價比較低 文化氣息更加濃的台中就成為了目的地 不過要生活亦都要生存 雖然大家都說警察不讀書 但阿朗其實都是個文化人熱愛攝影 更加對鋼筆很有興趣 再加上台灣的文青文化 阿朗就決定開文具店創業 更加用了接近九個月的時間搜集資料和準備 以為準備充足 但理想就跟現實完全不同 試過完全無限要駕駛白牌車來維持生計 亦都試過入貨虧錢 經歷了年多的時間 才叫做上了軌道 但我留意到台灣還會有很多男男女女 大家都還會用筆記簿、手帳、寫日記 大家都會經常去看一些成品或商場 留意到他們都一定有一個角落 是放一些這樣的文具 我自己覺得在台灣經營文具店都不容易 始終人口沒有香港那麼高 有時可能消費力都未必有台北那麼多 所以有時經營的期間都會遇到不少困難 我想印象最深刻就是 剛開店的時候 自己都希望有自己的網址之餘 都有自己的網店 所以很早就成立了一個網店 但問題出現在 其實根本沒有人知道我的店 或者是這個網址都沒有人知道 所以變相我放多少的產品上去 甚至是賣廣告都好 那個回報和收益都不是預期之中 所以都挺大挫折 後來也有繼續用那個平台 但其實我們會發現 會用一些台灣人比較多的 例如Happi、PC Home、Yahoo 反而這些平台 因為本身的流量大 你放上去的機會是更加高 所以我會知道 最終的月租現在是$38,000台幣 應該說 還不是最便宜的 如果選擇在一些 再郊外一點 或者是再舊一點的地方 應該可以有些再便宜一些 不過我們選擇是希望有空間之餘 都希望在市區交通方面 遇窮千里目 更善一層樓 好厲害 可不可以用廣東話念一次 欲窮 欲窮千里目 更善一層樓 嘩 這麼厲害 沒有魚 我希望我能夠把我學識的這種語言和他分享 也希望他能夠用這種語言正常地和他溝通 無論去到哪裡 我們都是香港人 即使我們今天在台灣 我們是拿著台灣身分證 但我們不會忘記我們是由香港來的 仍然以香港人自居 阿朗就當然心在香港 不時都會在Facebook上發表言論 他再坦然 舊同事 所有的WhatsApp群組 一早就主動或者被動地離開 雖然有些可惜 但到不同 堅硬留下都沒有意義 相比起昔日的兄弟 台灣人更加令他感動 第一 很多畫面上很深刻 可能是穿黃色雨衣的手足 之前寫過 找不到 你寫做甚麼 之前寫香港加油 2019年大概八 九月左右 開始有人在貼連儂牆 之前兩邊都是連儂牆 很壯觀 而且有人會不定時整理一下 感觸 感觸 很感觸 好像別人隔離家 還撐自己家多過自己家人 意思是 明明台灣人和香港 沒有血濃於水的關係 但是他們是有這個情感 情懷在這裡 希望香港同樣獲得 台灣人在享受的自由和民主 我覺得這個是很窩心 真的很感動 我不會因為香港有一種新的法例 通過 而令到限制了我自己的想法 同樣地我在台灣生活 不是因為我這裡可以很自由 我就每天不停不停說 而只不過是當我覺得有需要說的時候 我就一定會說 我覺得能夠在台灣說出來 當然是一個我能夠享受的自由 每一個香港人都希望 香港可以重拾昔日的光輝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正面的語句 至於香港不能夠說 只能夠說 香港現在的政治局面 限制了自己往前走的能力